屬馬的朋友 台運方面偏財 正財都是比較低 沒有錯 那你在低迷的狀況之下 你真的是小心不進財就酸 如果還破財 那就麻煩 羊的朋友 屬羊的呢 整體上來講呢 是有一個非常好的運勢的潛能 懶惰掉的人 我會對你的運程大傷 是屬猴的 來 適時的保持一個距離 你不要鋒芒太陋 沒有錯 所以屬猴的來說 這個月會比較實 阿南畫生肖 沒看氣了了 大家好我是阿南 大家好我是大寶 南哥 為什麼沒看氣了了你知道嗎 我再跟你驗證一次 我一個朋友 真的從看了我們的周韻市以後 你說提醒要多喝水這次 然後要小心節食問題 結果還真的 真的 阿馬上他就排出一顆結石來 驚一下就馬上訂閱起來了 你才能夠在事情發生之前 先做好萬全的預防準備 所以才會說 沒看氣了了 接下來是我們想買的好朋友 在這個月份 11月份 其實在感情上面 在貴人緣上面 是一種小小的巔峰創造 所以呢 你只要在 處理人情事故上面 可以好好的掌握一下 所以屬馬的朋友 這個月就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不管在感情也好 工作也好 整體上 人際關係上面 一些小小的 一些小摩擦 或者是小誤會 小誤會 小誤會 就把它解開 再來呢 記得 做什麼事情呢 不要心不在焉 那所以做什麼事情 讓你力不從心以外 反而很多事情 你沒辦法掌握得很好 記得好好的給自己充電 那增加你的知識跟內涵 自然而然呢 你在這一個月份呢 就會獲得到一些信任 那機會也會慢慢好轉 財運呢 是我們這幾集下來呢 最明顯的 容易失去財運的一個生肖 用心摘花花不開啦 無心插柳 柳也不成硬啦 所以就表示說 你做什麼事情 不管是正財偏財 你都要注意喔 財運上面是 在這個月 非常非常低迷 低市 那你在低迷的狀況之下 你真的是 小心不進財就算了 你就還破財 那就麻煩了 那破財會因為怎麼樣 你的第一個 招惹到是非 那是非呢 要注意喔 會有牢獄 跟官司的部分 綜合以上的這些論述 再到我們的健康啊 你的脾氣 產生了躁動 那躁動可能會惹來一些血光之災 那這部分呢 是相互連結的 所以呢 要格外的注意 要小心 有空呢 寧願多多陪陪我們的家人 小孩 或者是父母親 寧可 前往這個深山 或者是有山林的地方 去休息一下 那 我們的幸運色是 青色跟白色 可以呢 運用可能項鍊啊 或者是手錶啊 這個會轉動的圓的 配件飾品 這個都有助於我們去讓自己的心情做一個輪轉跟互動 羊的朋友 屬羊的呢 整體上來講呢 是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運勢的潛能 雖然說在工作呢 這個月 你要懂得說怎樣去把你的心理防禦能力要提升 要懂得保護自己 那找一個依靠協助我們 在工作運勢上面能夠協助的 可能時時刻刻提點一下 欸 阿南哪裡需要注意什麼 哪裡應該閃過 那可以避免沒有必要的這些遭遇跟損失 要清楚的說出你的想法 不然呢你這個月會困在兩個字上面 誤會 誤會 帶罪羔羊的 對 就是你要小心喔 屬羊的朋友這個月會產生很多問題 都會源自於這兩個字 誤會 搞不好你的爛桃花 其實就是誤會 你讓人家以為有機會 工作上 你讓人家以為你想這麼做 這些都是你在這個月要特別特別注意的地方 那再來呢 就記得 不要三天補五天賽王 五天賽王 我不敢講那麼多天 你講那麼多天 千萬不要懶惰啦 懶惰掉了 對你的運程大傷 沒有錯 沒有錯 那在這個月份呢 屬羊的情感呢 自己可以善用自己的聰明 然後你的優點 呈現出來給另外一半感受到 你對他的真誠 那自然而然就會有一個非常棒的進展 個月還蠻適合的喔 因為聖誕節要到 溫馨 對在愛情上面 你就可以再透過利用聖誕節這個時間點 仔細的去觀察 其實你可以發現 你心儀的對象 他也許有些蛛絲馬跡 是你能夠捕捉到的 順著他的需求 給他適當的一個關心 或者是一個什麼樣的一個 伸出你的手 在愛情的進展面上 在這個月都會有不錯的發展 對 那本月的這個財運呢 會運用在你的人情事故上面 會比較多 所以呢 第一個可以去捐血 第二個 可以運用在我們的 另外一半的心理對象 那健康方面呢 第一個 要懂得 釋放自己的壓力 那再來呢 留意一下 流行性感冒 可能會 超受到流行的人 那個你趕快 那個 現在那個流感疫苗 你如果之前沒有打的話 趕快喔 屬羊的朋友 這塊兒子 給流感疫苗打吧 要不然你很容易 會得到這個流感的侵襲 那幸運色呢 是我們的黃色跟粉綠色 那這個呢 其實有時候可以帶一些 比較偏黃色的玉石 這個對我們來講都是一個非常好的 可以注意的 可以開運 改變的運勢 對對對 是屬猴的 來 南哥 屬猴就是你了 自己講自己的運勢吧 我們的運勢喔 其實呢 會因為你的光鮮跟你的亮麗 讓人家遭受到一些誤解 因為你的能力超越了別人 別人會一直希望 把責任跟完美呢 藉由你的雙手還有你的思維呈現出來 那往往一個人要怎麼分作幾個人的心 不可能嗎 所以屬猴的人要知道怎麼樣去適時地說 不然 因為我們本身呢 你的工作能力在這個月有被看到 有被讚賞 可是也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忌妒就來了 那種額外的工作任務就來了 明明沒你的事 但是上司看你這個做得不錯 不然你這個你也做好了 那甚至是說一些小人在身邊 就開始在那邊來流汗 所以適時地保持一個距離 你不要鋒芒太漏 沒有錯 所以屬猴的來說 這個月會比較適合 尤其年底要到了 你年度報表這件事情 你就做他們的總統就好 不然沒有你的事都來找你 你會很好的 對 那情感方面呢 第一個因為貴人原始祖 你的意氣風發 讓長輩跟上司對你的呵護跟愛戴 是愛不釋手 那你好好去掌握你的魅力 單身的呢 其實不妨來一個異地之戀 那可能有戀人的 或者是結婚的夫妻呢 要懂得互相體恤散讓一下 再來財運方面 要懂得上個月會因為有一些好奇心 所以你會買一些沒有必要的東西 但是下個月呢 會因為你的這兩三個月的投資報酬率會 集中在下一個月 這個月是我們規劃的月會 沒有錯 在上半個月呢 你很容易因為好奇心 而去買一些不必要的東西 嗯 切記啦 去規劃你的錢財的理財方向 會比你的衝動來得好 嗯 那健康方面就是因為操心跟勞力 還有奔波 所以這個月命帶易馬到處跑 所以屬猴的這個月要注意的是免疫系統 對 免疫系統會整體下降 要稍微注意一下 利他則利己 善合作 那 模式呢 變成 欸 你要賺這條錢要跟大家分享 自然而然大家就會一起努力的去共同完成 所以屬猴的朋友呢 你有機會 因為你這個月適合去找朋友 嗯 一起來合作 對 對 支援分享 對 這樣子才會對於你自己本身也會更好 對 我們的幸運色是黑色跟米白色 欸 你看 都到位了嘛 都到位 對對對 屬猴的朋友呢 就是 不只是獨善其聲 也要奸善天下 記得訂閱 這樣隨時我們南哥準備什麼新的好東西 要送給大家你就馬上就知道啦 是 那記得喔 把我們的頻道訂閱起來 我們第一時間就知道你這個生肖 這個禮拜 這個月要注意什麼事情 阿南花生肖 鎖定訂閱起來